傲峰,作者,风行恋,我是秦傲天,精彩,马上开始。 第1134集 这数个念头在心中转过,也不过是一眨眼的事情。 傲峰再次抬眼,就看到那火红头发的少女扬着光洁的下巴,恨恨道。 不错,但我们投靠黑暗幻殿,还不是你们齐王城和玉剑城给逼的。 今天,我们就要将你们前日家主在我们双骨之人身上的悉数奉还。 就怕你们没这个本事。 不飞云,一双血红色的眼睛中掠过一道妖异光芒,一股杀气泄露出来。 相对而言,蓝随风倒冷静得多,淡淡地盯住乐夫蓝。 陛下,你也是这个意思吗? 我们也不过是为了君王气,提前付了点报仇罢了。 倘若这点诚意都没有,我们哪还有脸面请沐商大师出手。 两位少主,还请你们体谅我们的难处,就勉为其难地,成劝我们吧。 勒芙兰笑吟吟地说着,神情看似无害,可他身上那股危险的气息,隔着老远都能闻得到。 那一群黑衣斗篷人慢慢向四周散开,将蓝随风三人包围起来,来者不善,气氛再次变得紧张,似为一片窒息的沉默。 面对一群巅峰君王及强者的重重包围,圈子里的三个人却并无聚色。 蓝随风的妖童中泛起淡淡的蓝色光芒,不飞云修长的五指也搭上了后腰处的两把利刃。 身为大君王子嗣,两人都有这一份属于自己的骄傲,即使明知不敌,他们也不会有丝毫畏惧。 令两人意外的是,奥峰竟也完全没有退役,反而上前一步挡在了他们的正前方。 大哥。 蓝随风哑然地唤了一声,心中对奥峰的维护十分感动,但却不想连累他,促起秀眉道。 大哥,这不关你的事情,他们是存心针对我和飞云的,你还是让开吧,他们…… 我自然知道他们是谁,又是什么目的。 奥峰仰起唇角笑了笑,不过方才,兄弟既然没有舍我而去,如今,会又怎能弃你们于不顾? 更何况,这么有趣的事情,哪能少了我呀? 听闻黑暗幻电的高手实力卓绝,我也早想见识一番了。 不管对方再怎么厉害,奥峰都不会让他们伤害蓝随风二人的,哪怕他们之间没有师兄弟的关系,仅凭先前少年的挺身相护,也值得他此刻全力相助。 蓝随风被他说得胸中热血沸腾,难得豪气了一把,点点头大声道。 好,那我们兄弟便一起见识见识黑暗幻电的高照。 这情景,倒是与方才,他们帮着他打康丁的情景,完全反了过来。 两次的统一阵线,共同进退,令三人之间的情谊又加深了不少,相互看了几眼,不禁会心的一笑,胸中一阵舒畅。 他们如此轻松写意,倒把周围包围着的一泉黑暗幻电的高手,衬托得十分滑稽。 哼,不自量力的家伙,既然你有心,本圣女便成全了你,不过见识过我黑暗幻电绝学的人都早已死了,你,也不会是厉害。 勒芙兰暗暗窝火,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,握着法杖的手背上,抱现出几根青筋,束手淡淡抬起。 忽然间,枯木杖的尖端,一个浓郁的漆黑色光球汇聚成形。 在这个光球出现的瞬间,空气末得一凝,又冷了几分。 龙梭和凤鸾也放开气势,跟随着勒芙兰一起迎上去,想要亲手将对方撕成碎片。 二人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如蓝随锋和不飞云,可这位黑暗圣女却绝对能够填补这个空缺。 勒芙兰与蓝随锋二人的个人实力相当,却胜在还有一头君王级的幻兽。 勒芙兰的本命黑暗狡猛兽,实力并不在他本人之下。 借助本命契约,勒芙兰能调度两名巅峰君王的本命黑暗元素,绝对是万无一失。 至于奥峰,他们压根没有放在心上,散修的强者再厉害,又怎能与诸神大君王势力出来的人相提并论呢。 奥峰淡淡眯起眼,打量着勒芙兰,这个号称暗夜玫瑰的黑暗圣女,是他此行最强的对手之一。 此女名不虚传,那一身纯正的黑暗元素力,黑暗幻殿高层里也是极为少有。 不过,见识过真正的黑暗王者乌角兽,角盲兽的本命元素便不算什么了。 奥峰手掌张开,修长白皙的手指在空中弹动了几下,闪烁着七彩光滑的风系元素力汇聚到身前,对阵黑暗幻殿的高手可容不得他有所保留。 这异样的风系元素虽然引来了不少人奇异的目光,但却压根没人能想到至尊元素上,只当时一种特殊的属性。 见二人正面对上,蓝随风和不飞云,龙缩和凤鸾也纷纷对视一眼,齐齐展开了自己的拿手好戏。 蓝随风的灵魂之水,不飞云的血色杀气,龙缩的蓝龙之焰,凤鸾的清凤之火,还有声势最为浩大的勒夫蓝的灵魂之黑暗粒,以及奥峰虽然最为稀少不起眼,却散发着炫目光辉的七色风。 一道道令人心惊的力量,云集于此,一时间,这间小小的阁楼中狂风大作,五光十色,映照着周围的人面孔一片妖异。 动手! 不知是谁先大喝了一声,六人的各种能量一股脑的全都向对方扔了出去,对方的能量煞是混作了一团,光从表面上看来,绝对是黑暗幻电这一方占了上风。 勒夫蓝的黑暗元素力非常浓郁,数量又多,几乎把双方放出的所有能量团都包裹在了其中。 他的黑暗力量具有吞噬属性,放出之际便吞噬掉了蓝龙之焰和清凤之火。 龙梭和凤鸾显然是全力配合,并没有任何抵抗行动。 两种火焰被吞噬后,那黑暗迷雾中蕴含的能量更加暴涨了几分,这是三名巅峰君王的元素融合。 黑雾就这样弥散开,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之下,铺天盖地地笼罩出去。 阴风阵阵刮着,卷得许多人睁不开眼睛,只觉得一阵天昏地暗,甚至生起一种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。 黑暗之囚龙! 勒芙兰脸上露出一丝骄傲的笑容,黑暗元素具有吞噬的能力,能够吞掉除去纯正的光明系元素之外的任何能量。 在这片深谙的场景中,黑暗幻殿是绝对的王者。 圣女陛下果然厉害,那三个小子死定了。 龙梭,见黑暗囚龙连傲风三人的身影都笼罩了进去,嘴角露出一丝猙獰的笑意。 他觉得就算他们杀不了秦朔和秦傲天,但若能杀得了蓝随风和不飞云,也算是报了一箭之仇。 旁边的凤鸾也露出喜色。 这两人一死,我们在联盟大会上也少了两个劲敌啊。 可没等他们高兴多久,就忽然看见那原本森森一片的漆黑浓雾中,一道明亮的漆色滑光疏得向外飞射过来。 什么东西? 勒夫兰一双眼睛突然瞪大,脸上勃然变色,居然有能量破开了他的黑暗囚龙。 这怎么可能?